就林高远 延安对任浩和刘吉康 第一局比赛 延安发球 任远 任浩接发球 零比零 双打比赛是三局两胜制 那么第三局将会进行七分 这七分很刺激 我都想感受一下 这偶然性非常大的 你还没有 其实这个三局两胜 双打本身那个一人一下 他就会有很多 就是你还没有进入比赛状态 这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再一个拼超联赛的 其实这个赛制在不停的在改 就是比赛的办法也在改 为什么 就是为了我们电视观众的需求 因为你让观众坐在电视机前 坐三个半小时或三个多小时 原来一打都是五局三胜 也不太可能 好球 所以平常联赛呢 就是在赛制上 双敌做了很大的改变 对 所有的五场比赛 决胜局都将采用七分制 这样也会进一步的拉近一些 这种强队和弱队之间的差距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强队和弱队 如果都是打五局三胜的话 在这个还是说强队要赢的机会要大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拉近的偶然性 对 那么现在延安的父亲 延永国好像跟你也是大班子 对 你们俩大班子 带北京女队 北京女队 对 这很少有教练的孩子 他俩怎么沟通 他肯定也教他儿子吧 教 研练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因为我跟他也一直从队员 他当教练开始 作为我转教练 包括他当教练 还是一直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们也经常一直在沟通 在教球的方式 好球 好球 继续 他看到这场双打一定是争夺的 比较激烈 异常激烈 超出我们想象的这种激烈 你看这个球啊 回合特别多 大家都不愿放弃 不管是难度大的球 还是难度小的球 大家都急励地先把球打上台 千万不丢不丢不失误 那么穿红色上衣的 就是山东卫桥的延安和林高远 绿色上衣的就是刘继康和任浩 任浩大家可能也多少了解一点 我们转播过他几场比赛 他几场比赛主要是男帮女的比赛 就他跟女运动的比赛 对 但任浩这两年进步也非常大 在男子选手里 他也现在是男一队的选手 所以他也近几年 他一直在参加中国拼超的这种联赛的比赛 我觉得他这几年的进步还是非常大 4比6 延安和林高远是老大大的 对 超级联赛他们俩一个人是配合 他们俩应该正常是有优势 一左一右 你打俩右手 你还给他把他挤在反手 对 让他憋不过来 对 不好跑位 对 5比6 7比5 你们看到刚才坐在尹肖教练后面 是刘国良的哥哥刘国栋 刘国栋是中国香港队的教练 对 但是他并不是这个山东卫桥的教练 他前面跟我也有联系 有微信 他说了中国香港 这个听总是不允许教练员兼职的 对 但他还是很想看这场球 是 出赛 出 8比5 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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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比9 越打呢 两个用谁的 两个一左右的这个优势就更显现 确实是你憋住反手的时候 两个人都拼命侧身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很难让位的 或者他可以一前一后 对 一个站在近台 一个站在远台 但男子选手这个质量非常高 你看这种质量很高的 你很难能站得住这个一前一后 因为有的时候拉过来的球非常顶 球发球 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后就会迎来马龙的比赛 第四盘的单打是由马龙给崔庆磊 马龙现在一定要把自己的体力精力要调整好 更多的是利用自己的比赛经验 利用自己对比赛的解读能力 对 理解能力 就别太多用自己的体力 可能体力也确实 在参加了这么多活动之后 有一些体虚的感觉 就像郭艳前面说的 参加活动 参加活动 其实有时候比训练还累 对 是 因为你训练可以 心无旁骛 是吧 你不用想其他的 对 你就完全投入自己的激战 就可以了 但是你参加活动 因为这个精力 增加的太多 对 比如说你不太系统训练以后 你明显感觉这个球 质量不下降 主要是这个 但是马龙现在像张继柯这样的巨星 是吧 也没有办法 对 你全国有多少球迷啊 关注度非常多 对啊 多想见见他们 他也确实要回馈这些 回馈社会 回报 你作为一个体育的巨星是吧 对啊 那你就要做一些对社会 身上是肩负着这个 中国推广队的这个推广责任 包括这个项目的推广责任 包括这个项目的推广责任 所以我觉得每个运动员 他们 真不容易 对有很多使命就是 你们谁发酒 人好发酒 人好发酒 第二局比赛 然后发酒 杨安杰发酒 零比零 好 我继续为您带来双方的第二局 0比1 激烈 回合多 对 一左一右 两个右手 远台 近台 中近台 对拉对攻 攻防转换 跌宕起伏 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对很好看 2比0 其实这场球正常来说 从现在的局面看 如果马龙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 应该是3比0的这个比分 确实是这个这个 这个 2比1 整体实力还是要强于深圳这个队 1比3 漂亮 好球 所以这个两个右手 在反手击球的时候一定出质量 对 你就反手就搏了就完了 对 你如果光想说我上台下一板 你质量不高 你也绕不过来拦极 对 你只能给同伴创造一个好的机会 two排出 briefly 上台 全球 好球 那么乒乓球这个项目呢 在比赛当中要说这种比赛好看 要说这个精彩的程度 回合力度美 质量 哎呀漂亮 就是说男子双打这个项目 这是最好看的 这是最好看的 他技术质量是最高的 对 包括他因为他有衔接 他跑动 包括一个人一下的这种 这种整体的衔接 每个人都是用尽自己的力量 他不需要还原 因为一板结束以后就不是他了 所以说这个整体的激烈程度非常高 你看他这个瞬间的回合 包括速度非常快 现在看来就原来跟人高远的 他们还是能够整个掌控比赛 对 你感觉他还是有把握就有控制 对 这个林高远主要还是以双打为主以前 确实他的双打能力非常强 包括他现在这个混双明年的全一会 他跟刘诗文这一块混双的金牌 广东队也是非常重视的 因为今年的全国级秒赛 我们最后丁宁和马龙输给他们 觉得他们这对双打非常难打 也确实具备一个夺金的一个点 6比4 就是双打好的人 他主要是刚才关燕说的意识 对 超前 对 他板板可以发得上力 对 因为他就一板 他没有 顾忌 对 但你要不会打双打的人 就感觉很别扭 对 他主要他能看准 他下一板应该在什么位置 包括他的整体跑位 这些都是一个双打运动员 打得好的时候 应该具备的一些意识和素质 我现在因为还是注重单打 所以双打在整个的训练里 还是靠个人的一些意识 5比7 6比7 拼超联赛的前身呢 是中国平凡球俱乐部甲级联赛 对 咱们都感受过 嗯 当时是赛会制 对 那么99年 更名为拼超联赛 获勒 这其中的男子就是宁波 海天俱乐部五度夺冠 另外呢 还有黑龙江山东武能 三次 对 称王 都是比较强的队伍 对 今年山东卫桥 马龙这个俱乐部 一定是 夺冠的最大人 5比6 继续比赛 对 哎呀漂亮 哇好球 8比7 刘吉康今天是 对 全是神球 神球 打疯了 真打疯了 对马龙 他是一点 一丝的那种惧怕都没有 对 手非常硬 主要本身也是确实身体素质非常好 他的整个的力量速度非常好 所以就是你看他这个球 沿沿拉完 他不觉得沿沿拉得很冲 我对他的印象最早 是在那个交作U17的 17岁以下的那个比赛 挑战赛 那时候就刘吉康老参加老参加 后来好像就成长的过程当中 肯定中国平方球队人太多了 对 也显现不出来 对 他的这种优秀 出来 走 7比10 深蹲队要求暂停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第三盘的双打和第五盘的决胜场 都将采用三局两胜制 看到今年拼上联赛啊 今天是揭幕战 而且呢 现场基本的观众都坐满了 对 在前两年的时候 我觉得拼上联赛非常尴尬 嗯 一是好像没有 没有一个整个的冠名 他们就一直说裸奔裸奔 我都没听懂什么意思 之后呢 现场的观众们了了无几 对 7比10 我们电视转播画面都不好给 哈哈 但这个拼上联会结束了 11比10 哦呦 你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乒乓球又真正的火了起来 这样 刚才会瞧的这个双打的奥远 延安 就拿下了这场双打